韓先生 请问公关公司在上市的过程之中 担当些什么角色呢 一般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之前 他们都会遇到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就是究竟它这个上市过程 整个推广的节奏应该如何把握 同时应该针对哪些受众去进行公关推广的工作 那么公关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和上市公司 或者准上市公司去进行沟通 给他们一个精准的定位 同时在推进节奏上面给一个我们的专业意见 同时今天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宣传推广的目标底下 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宣传方案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为上市公司保驾还 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你的经验 现在在上市及资本市场环境 有什么转变呢 而公关又如何与时并进 以提供更适切的服务和意见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香港资本市场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 从几个方面去看 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来源 还有它每一天香港交易所成交 它的组合 那这么来说 在这么多年 中资的投资者 还有中资的资金 在香港交易所 香港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这个就是过去一年 过去那么多年 我们觉得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那在针对这个变化呢 从公关公司 还有那个香港上市公司的角度去看呢 我们就那个沟通的对象 是应该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往我们会针对很多那个海外 还有国际的媒体 或者香港本地媒体 做很多沟通的工作 那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可能会针对更多 能接触到内地投资者的一些媒体 包括一些新媒体 去做更多更多的公关工作